做個 ending 最後的話當然就修改 修改部分的話 我們基本上會比較麻煩一些些 刪除就是給它一個 number 等於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號碼我要做刪除 但是修改變成說你會多一個 set set 電話號碼 特別注意 這個電話號碼的變數前後會有單引號 為什麼 因為它的資料是文字 文字比較麻煩就是說 它的前後必須要再增加單引號 他才會知道說你這個裡面是放的是一個文字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只要這個地方不出錯的話 應該就應該就還好 然後我們來執行給他 比如說我希望怎麼樣 把一號的電話他應該是 他本來1234568 我把它改成1234567 把這個改成7 這樣看起來比較連續一些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直接執行這個 這個 SQLite 04 他說修改的編號是哪一個 1號 那電話的話呢 把它修改成什麼 02 1234567 7 OK 剛剛是8嘛 12345 Enter 好 修改完了 修改完之後 1號呢 就被我修改了 有沒有 這個變7了 然後再來的話 假設我要修改 3號 3號這個電話號碼 把這變7654321 OK 比如說3號 3號變成 76543 隨便 OK Enter 修改過 前面沒有加02 沒關係 反正只是一個 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用update的話 就可以修改很多東西 像 因為以前也寫過一些系統 我覺得update就很夠用 比如說呢 像這個教室要借 或者是看電影 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 哪個位置有沒有被賣掉 那你就是什麼 預設就是沒有賣掉 那如果你賣掉的話 你就update那個座位的狀態 變成那個位置已經被賣掉了 就修改它的狀態 那這樣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個全部total位置 只剩下幾個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啊 OK 所以其實 你要怎麼樣去 把資料庫 結合這個層次設計 然後可以解決 本來很複雜的問題 而且現在 像之前我是在線上 直接人家就線帳號手機 點一點 它要預約 馬上可以預約 如果cancer 按一下 就把它cancer掉 就把它狀態更改掉就好 它只要預約的時候 它要輸入它的那個帳號 那帳號我就記得了 什麼是order的 馬上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來 你就坐 那你離開 那你就 就是什麼時候離開 那如果你超過時間沒有離開 那可能我會來檢查 就做之類的 這樣可能很好管理吧 OK 所以其實資料庫 很多地方都可以拿來應用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那個 第五個單元的部分 所以資料庫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會再來做一個變化 比如說我們會把之前用過的這個什麼 Member01有沒有 這50個會員 回去可以試試看 請你把這50個會員怎麼樣 幫我直接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所以特別水喔 50個會員 那這地方可能要結合什麼 讀檔 讀完檔 一筆 切割 然後五個欄位 所以你要先create一個table table也許叫Member01吧 五個欄位 那分別一個羅勃一個坑 分別把資料放進去 再來可以做查詢 然後甚至你也可以把今天的那個全省郵局地址有沒有 25個檔案 全部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將來也可以做查詢 OK 那回去可以試試看 因為今天我們又講了一些可能又更進階的東西 所以下一個禮拜可能我會把資料庫稍微做個Ending 再來後面喔 可能又要來講一些爬蟲的東西了 不過特別是喔 因為你爬東西爬下來 你還有地方放 放哪裡 還是放資料庫嘛 所以喔 資料庫如果不熟的話 後面當然也會衍生出很多的問題 再回去的話請 盡量就是再花一點時間 把我今天講的盡量再多多練習 像今天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幫那個合璧分割有沒有 還有分割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有 但只是說怎麼做 OK 因為時間我可能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我就比較快的帶一下 那至於細節 請各位回去再花一點時間試試看 當然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用Excel VBA 做一樣的事情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出來 幫我